那可不可以請莫洋子教大家一下 到底要什麼極簡啊 極簡其實是控制數量 只留你喜歡的東西 但是一般的家庭真的很難做到 每個人都有自己想要保留 所以數量就會多 那數量多了之後就是整理 你要怎麼樣收納跟配置的動線 是讓你最順手 你不會覺得礙事的時候 你就會願意維持 願意把它放在原位 那我們自己家裡面 可能就是會在各處都貼標籤 對 所以 譬如說像這個櫃子好了 我們一般人是俯視的看 那我可能就會覺得 好 我今天要拿修正液 我就看這樣俯視看修正液 然後就拉出來 然後我就可以拿 好整齊喔 那其實這個維持真的是很靠 數量跟烏龜原廚 這兩件事情來控制 莫洋子 我覺得你們家的玄關 真的好可愛喔 就一進來就有那種 很溫馨的感覺 然後一進來就是主視覺 看到這個小花的地磚 我原本是想要請他 幫我配水模式 就很流行的水模式 但他就說他真的做過太多的暗阻 都要水模式 他說我幫你換一個不一樣的 但是也會很符合你的風格 我說好啊 他就帶我去挑 他就說像這種小花磚 就會很不一樣 但是又很可愛 然後這個也好可愛喔 這是什麼鞋櫃嗎 這邊是我們的儲藏室 因為我爸爸媽媽 可能很容易外出的時候 要帶這個帶那個的 對 所以可能就會有像是 脫去買菜的車欄 然後或者是他常常買東西 就會帶一個托特包等等 或是我們的浴傘 雨衣 鞋櫃是這邊抽出來 這樣抽出來 對 然後他是 他設計得很好耶 他可以放非常多的鞋 對 但就是希望不要放滿 他等於是把這個牆 藏了鞋櫃在裡面 對 然後這邊很trick的事 這邊還有一排喔 對 這有兩排 所以他總共一排是往這邊 一排是往這邊 對 因為我那時候的構想是 如果從這邊走來 我自己會比較想要是這一面 但我爸就會說 但是他從那邊回來 他想要那一面 然後我就會說 我這樣穿完鞋 我在這邊照鏡子出門 動線對我來講是順的 接下來從玄關 慢慢走到客廳啦 那其實我有發現 莫陽子他們家 有一個非常大的特色 除了是全部都是看起來 很舒服的奶油色調之外 大家有沒有發現 他們家其實有很多 圓弧的這個概念喔 包括像是電視櫃 然後還有牆面 另外天花板的造型 全部都有圓弧的概念 那妳怎麼幫我們介紹一下 主要就是我們家 不喜歡那種很生硬的 方形的角 對 然後所以當初設計師 也是在第一版畫的時候 就有畫很多圓弧狀 就覺得太棒了 太喜歡了 所以就很多都有保留 這樣圓弧 圓弧狀的手邊 所以那包括就會延伸到 我們可能在選物品的時候 也都會想要說 那符合這個圓弧的造型 我覺得這樣會讓整個家裡的線條 變得比較柔和 比較溫馨一點點 變得很溫暖 妳看包括那邊也是 然後這個座的地方 也是圓弧形 還有這邊 就連它幫妳漆的這個漆 也是有這種軟軟圓弧的感覺 對 我當初也是很喜歡 這個設計師都會幫我做這樣子 很 我覺得軟爛的感覺 我覺得在家裡就是比較軟爛 對 所以我當初看到 這樣子的漆發 我覺得天啊 我太喜歡這個造型 但設計師就說 我覺得他已經設計 太多這樣的形狀了 他就說想要做一點不一樣的 所以他就說 那我這邊幫妳做一個 這是一個花瓶 這是一個花瓶 對 然後這邊真的 放了一個小小的花瓶 這就是虛實結合的感覺 好可愛喔 莫洋子 我還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們家的這個電視牆 其實它不能稱之為電視牆 因為它不像大家一般 想像比較自視的話 就是說電視就一定 後面有一個牆面 那他們家不是喔 後面是一個柱子 然後它是可以旋轉的嗎 還是怎麼樣 它是可以旋轉的 因為當初我們也是看到 設計師做了其他 就是做了這樣的設計 給其他的客人 然後我覺得天啊 好實用喔 因為我們現在大家都會 一邊吃飯一邊看電視 不只會在客廳看 所以客廳就坐在這邊看以外 我們就直接把它 轉到另外一邊去 然後就直接這樣轉過來 我們就可以在 那一面是餐廳的時候看 很棒耶 對 所以我們可能平常 就會坐在餐廳這邊 然後可能就會看 而且有的時候 完全兩用啊 管線就其實是藏在 這個柱子下面 上面跟下面 它就是線就是走在 這個裡面的管線上 還有這一招 所以其實這個柱子 它不只是旋轉喔 它還藏了很多的管線 沒錯 難怪這麼乾淨 其實大家想到墨洋子啊 第一個可能會聯想到的 就是兩個字 就是極簡這樣子 那其實今天我實際 來到他們家 我真的發現 非常乾淨耶 都沒有多餘的東西 佔據我的視線 那可不可以請墨洋子 教大家一下 到底要怎麼極簡啊 極簡其實是控制數量 只留你喜歡的東西 但是一般的家庭 真的很難做到 每個人都有自己 想要保留的 所以數量就會多 那數量多了之後 就是整理 你要怎麼樣收納 跟配置的動線 是讓你最順手 你不會覺得礙事的時候 你就會願意維持 願意把它放在原位 那我們自己家裡面 可能就是會在各處都貼標籤 對 所以 譬如說像這個櫃子好了 我們一般人是俯視的看 那我可能就會覺得 好 我今天要拿修正液 我就看這樣俯視看修正液 然後就拿出來 然後我就可以拿 好整齊喔 而且我發現你們家 很多地方都有貼這個小標籤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 就是你會知道這個地方 它是誰的家 你會找回去 你就不會譬如說 我今天橡皮擦 就放在修正液的家 你就會知道這樣不行 那其實這個維持 真的是很靠數量跟 烏龜原廚這兩件事情來控制 現在我們來到 牧羊子家的廚房 我覺得你們家的廚房 也很日系耶 這是日系的廚櫃 喔 對 那當初選擇 像這個日系品牌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這樣子 它有很多 就下拉式的那種設計 我會覺得畫好方便喔 不然可能很高的櫃子 你可能是打開來 當然我們這邊 也會做一些很高的櫃子 然後可能要拿東西 可是就是最常開的那幾個 用這樣下拉的方式 我就覺得 哇 真的是好方便 像我們的晚派 都收在這裡面 對 我覺得很方便 好乾淨喔 而且我喜歡你們家的櫃子 它上面是貼著這個 上面的這個梁 因為你就不用去想 那個打掃清潔的問題 沒錯 沒錯 下拉我們來到餐廳這邊 就發現說 這個是燈架嗎 還是拿來放東西的 它可以是燈架 也可以放東西 它有一個燈條 可以開燈條 真的嗎 對 那我最一開始 是要做這個鏤空 是因為這邊可以架相機 相機鏡頭就從這邊出來 然後我就直接在這邊 扶拍東西 就會很方便 所以說原本這地方 不是廁所 它這裡原本是廚房 是那種很狹窄 很傳統的那種廚房 是然後後來我們就覺得 廚房要在半開放的空間 移出去比較通透 所以這邊就把它改成 一條龍這樣的設計 全部都是符合浴室 或是你要洗任何東西 曬任何東西 都統一在這一區 這樣就不會有那種 常常在這邊洗完鞋子 然後就拎拎拎拎 去另外一個陽台 我們覺得這樣很麻煩 所以所有要洗的 要洗的 都在這裡 這個廁所其實也很有日式 那個感覺對不對 就是很乾濕分離 對 因為我們就會覺得 很多那種傳統的設計 都會是全部一間 然後everything都在裡面 洗手台 馬桶 淋浴 全部都在一起 可是這樣你沒有辦法 大家分開進行 對啊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 就分開 可以切出來就切出來 對 所以就會 這邊就洗手台 就單獨獨立出來 那剛剛莫陽子講到說洗衣服 其實我也有觀察到說 他們家的這個晒衣的地方 那其實這個地方 本來應該是後陽台 但是因為他們家是老宅翻新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 照不太到陽光 對 那你們是不是有一個 小撇步來處理一下 我們其實當初就是想說 要讓整個地方的濕度 比較降低 但是我們不可能在每個地方 都裝烘 就是那種釣飲室 或者是沒辦法 每個地方都裝烘 烘乾機 對 所以我們就後來 除濕機等等 對 對 對 覺得很麻煩 所以後來我們就選擇 珊瑚塗料 它就是會吸一些濕氣 沒錯 沒錯 它會自己去調節 這邊的濕度 那這是天然的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它會發霉什麼都不會 你就刷上去 所以其實我們家這一條龍 這邊反而是 整個家最乾的地方 真的喔 我要這個顏色 我要這個風格 之後這個家到底要怎麼 呈現你想要的樣子 其實是物品量 就是如果我今天設計 我要基建的顏色 我想要無印一點的感覺 無印良品風這樣 對 但我的東西超多 無印六色 風格跟這個家本身不搭 那其實沒有辦法 讓這個家完全 也是枉然 對 沒錯沒錯 所以其實在後續的維持 尤其是物品量上面的控管 是很重要的 糟糕 這是冷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